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想了很久 好幾個月好幾個月 喔喔喔喔喔 好汁 一大鍋的牛肉湯 打開來之後 好香喔 滿滿的 是種的花 現在都發芽了喔 我的美就像小龍湯包 是真的 好可愛喔 那後面就是有寫一些 插畫 然後諧音的字 好觀眾朋友 今天呢 我們開車開了一個多小時 剛好又要來華人區羅蘭岡附近拜訪朋友 然後呢拜訪他完之後呢 就想說來這邊吃一個 我們想了很久 好幾個月好幾個月了 可是呢 因為這間店呢 剛開幕的時候 人實在太多都要排隊 那今天我們來的這家店呢 就是九出流心脆皮煎餃 這名字有沒有取得 一清大就哇 超好吃的有沒有 但是呢 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其實沒有吃過這家店 所以呢 這間店的口味跟台灣有沒有 是不是一模一樣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好不好吃 或是符不符合我胃口啦 它的這個煎餃 拍上去的這個畫面 多美啊 是用類似像竹筒的碗盤 你看煎餃 它就是這個脆皮的部分啊 看起來就是 有沒有 該焦的焦 該軟嫩的軟嫩 那現在呢 我迫不及待我最愛的韭菜口味 我們今天點的是韭菜 泡菜還有這個牛肉起司 好 先來吃一個韭菜看看喔 爆汁 我只咬了一小口就開始噴汁了 那皮非常的薄 然後餡也非常的飽滿 好 我只咬了一口皮 然後呢 等一下來看看它的內餡如何 它煎的那個功夫啊 每一份都要火候一模一樣剛剛好 你看這三盤它的皮的焦的程度 是一模一樣的 你知道美國那種華人餐廳呢 很多時候他們吃煎餃 基本上都不是用煎的 都是用炸的 然後皮都硬的要死 這邊完全不會 就餃子底部是清脆的 然後呢 而且不油膩 餃子本身呢 還是Q彈有彈性的 餡的那個味道也找拿捏得非常好 我剛吃了下去 它的那個絞肉的部分 沒有吃到任何的那種比較硬的雜質有沒有 肉質非常的細膩 接下來呢 我來吃一下這個 紅皮的喔 牛肉起 這也是創新口味 一定要點一下 然後一樣 先咬一個小洞 它的那個醬汁跟起司已經融化在一起 變成一種很濃稠的感覺 的質地 它的湯汁就是起司的味道耶 這是我第一次吃到起司口味的煎餃 一樣喔 肉質雖然是牛肉 可是還是一樣非常的細膩 而且它的起司味 並不會過濃 起司味太濃 大家一定會覺得會不會吃膩 對不對 它不會 它起司味道吃得出來 但是呢 它的比例剛剛好 鹹度也剛剛好 並不會讓你覺得 在吃義大利起司餃之類的 好接下來呢 趕緊試吃一下泡菜口味的 這一次吃到三種煎餃 Tamekula 最近剛被票選為這個 全美國50最佳的居住城市 但是呢 失望的地方就是沒有好吃的中餐 有一兩家還可以啦 但是就是沒有真正的很地道很地道的 前一陣子幾個月前 家裡附近開車20分鐘的地方 有開了也是一個類似 針餃小籠包的店 我們的一些華人朋友吃到以後呢 他們就說 我也再去 就是他們自己知道說 做生意他們那邊是白人為主 就要做得讓白人覺得好吃的 那我們這裡呢就是華人區 所以呢要做華人好吃的口味 好來泡菜 泡菜的醬汁就比較多了齁 就因為沒有乾那個起司融合在一起 比較滴得出來 我覺得它泡菜的調味 很天然的那種 泡菜的吃得出來那種酸辣 不是那種辣的那種香精 硬調出來的化學的感覺 可見呢也不會過辣 大概小辣而已吧 一樣肉質很細膩 吃完一顆煎餃 就要喝一口湯 所以大家來這邊吃飯呢 其實天氣熱的話 也不用點湯了 你邊吃一口就可以喝一小口湯 我覺得拍到漂亮的美食畫面 心情就整個瞬間很雀躍 好開心喔 然後呢 剛剛我們就有跟那個店長聊一下 然後問他說 欸我們可以去拍這個 就是料理的畫面 他就讓我們進去囉 然後我就到後台裡面去拍他們的整個 不管是在包湯包啊 然後甚至他們的那個皮 全部都是自己製作的 然後就有機器在旁邊 我就看到那個機器 一直出那個湯包的皮 但他們還嫌那個機器出的皮 不夠細緻 就是等於說機器做完之後 他們還會再另外再趕過 我覺得非常的用心 然後還有像他們的餡料 每個都是當天現做的 好那重點當然是在煎餃區喔 煎餃呢 也是有一個專門負責的工作人員 在包煎餃之外的 他連煎煎餃 都是有很專業的SOP流程 好連這個脆皮的比例 都是旁邊都擺著秤子 然後就是要加多少的麵粉水啊 然後加多少的油啊 然後還有要按定時器 就是說欸他到底要煎多久才能開鍋 對我覺得就是很專業的一套流程 好然後呢我走到那個牛肉湯區的時候 看到一大鍋的牛肉湯 他也是現熬的 打開來之後 好香喔 滿滿的香料在這邊 然後就覺得哇他的牛肉湯 喝起來應該就是會層次很豐富吧 就連是他們那種普通的高湯喔 然後都已經有一些菜頭啊什麼的 就是蔬菜去讓那個湯頭變得更香甜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看一下後台 這一整個食慾大增 我趕快來吃了 我們點的是牛三寶的牛肉湯麵 然後呢 它有另外附一盤酸菜 你可以加進去 好我直接倒進去好了 麵條的部分也可以選粗麵或者是細麵 好柴喔 這是在台灣喝到 也會覺得很好喝的那種牛肉湯 我覺得蔬菜的比例還滿高的 就湯的那個鮮甜的感覺 是有很多蔬菜去燉煮出來的感覺 夠味啊不會太鹹 就是以我這個清淡口味來說的 我覺得算是很剛剛好的那個調味 好它的三寶呢有牛肉 牛肉的部分是上面就是還有劍心的部分的 然後還有牛筋 我最喜歡的牛筋跟牛肚 牛肉是滷的有入味的 但味道就是不會很重 然後它的肉質的部分是有些許彈性 就是有韌性在的 不是那種一咬就爛掉的那種牛肉 牛筋 牛筋也非常的剛剛好 它吃進去就是有那種膠質融化的感覺 但是呢也是稍微有一點彈性的 就不是到那種筷子或者是舌頭一壓就會斷掉的牛筋 但是不會沒有乳透那種感覺 然後本身都是有那個乳汁的味道的 然後牛肚 我覺得它的三寶裡面牛肚味道是最重的 就是有一股牛的那種鮮味飄出來 剛剛那個師傅在壓麵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麵團是一直不斷不斷的 給機器來回的去就是壓 因為他說就是要把裡面的氣泡全部都弄掉 然後就是越壓它的那個彈性會越好 這麵條確實吃起來就是有那種拉麵的口感 就是還滿有彈性的 但是呢它還是有吸附到那個湯汁的味道 我覺得這碗牛肉麵我喜歡耶 然後我沒有感覺到它有辣 所以小朋友也是應該可以吃的 對如果辣的話應該是就是另外一家 然後本身它就是一個很溫柔 女生也會喜歡的有蔬菜味的就是牛肉的湯頭 然後現在吃這個我個人非常喜歡的這個雙醬麵 好很快的拌一拌 拌一下均勻的齁 我覺得店家很貼心的呢 就是它提供了這個指側的那種高麗菜絲有沒有 替這個麵啊增加一點色彩還有玉米 然後加上青蔥有沒有 就是Instagram上面拍照打卡比較好看 所以店家還滿聰明的 好來吃吃看 這個雙醬應該就是那個肉燥或是炸醬配上麻醬 因為麻醬呢有時候吃了你會覺得說吃久了會膩 那加點肉醬炸醬增加鹹味的話呢 相對來說就會感覺比較耐吃有沒有 而且呢就是一口就可以吃到兩種味道 這麵條也是屬於那種很有彈性絕境的 芝麻的香氣在嘴巴真的化開了 好接下來呢是這個排骨蛋炒飯有沒有 我個人的最愛 它跟鼎泰豐的差別就是它加了一點玉米在裡面 鼎泰豐的話我記得應該是沒有玉米的齁 好哇這個看起來非常可口 因為三色豆裡面我個人最愛的蔬菜其實就是玉米 所以我還是可以接受的 好看起來非常的可口 還放一點像港式的那種做法 就是會放一點那個生菜進去 很像在香港吃那種鹹義基地炒飯的那種口感 然後調味也不會太鹹就剛剛好 而且炒飯我個人比較喜歡要夠油的 如果不夠油的話吃起來就像拌飯的 蛋的那種蛋花有沒有要煎得夠焦 然後吃起來呢還有點脆的感覺 對我的口味來說我習慣可以吃的再更鹹一點點 可是像對佩莉來說一些比較清淡的話呢我覺得 炒飯就會剛剛好 這樣你去配其他的小菜吃才不會太鹹 那當然啦我個人很期待就是這個排骨 它還很切心的在排骨旁邊要放的椒鹽 我也很怕那種吃排骨的時候沒有椒鹽 因為我是屬於重口味的嘛 它竟然很細心的提供了 好來吃吃看 我們上一次在我家城市附近的那家某某餃子館 也點了一樣的東西 超級硬連服務員自己都說自己的竹排應該有點硬 因為放在那個烤燈上面那個烤太久了 這個豬排的肉質完全是細膩完全是嫩的 它雖然不會說咬下去噴汁 但是還是是非常濕潤的 而且重點是它的這個排骨啊 連我這種口味重的我都覺得是非常入味了 其實甚至不用加椒鹽啊 我就覺得已經很下半了 肉質就是在台灣吃到那種就是處理的很細膩很精緻的那種排骨 這豬排我覺得既然不會失望耶 因為我在美國已經吃過很多地雷了 好到家了 剛剛吃的非常的滿足 正陶醉在鍋貼跟牛肉麵中的時候呢 覺得啊時間不夠了 我們要趕緊去接小孩子放學了 那我們從那邊開車回來 大概開了兩個多小時耶 今天是星期五 結果沒想到打塞車 不管怎麼樣就回到家了 因為在車上就吃很飽 所以沿路就一直在睡 一直覺得好想睡好想睡 又回到家就泡了杯咖啡來提升一下 然後我覺得 就今天吃酒初吃的非常的滿意 因為在他剛開幕的時候 我們就有聽說 然後我們的朋友也都有去吃啊打卡 就一直跟我們說很好吃很好吃 我們就覺得好想去喔 非常的期待 那今天終於如願吃到了 我覺得算是滿滿意的 尤其是他們家的鍋貼煎的那個水準真的很棒 然後我在一邊跟大嫂吃的時候 我們就在聊啊 我就說欸對啊 就是因為我去的時候 我有去參觀了他們的那個廚房的一些製作過程 我在吃那一碗牛肉麵 我腦海裡想的就是那一鍋 那個牛肉高湯的畫面上面滿滿的料 你就會覺得哇 我用心的一個料理喔 然後我在吃鍋貼的時候 我也會覺得哇好珍貴喔 這是我剛剛拍的那個水澆下去 熱騰的哇冒了一堆煙的那個畫面 就深刻的印在我的腦海裡 然後我就跟大嫂講說 好如果說店家會把他們製作食材的一些很美的那個畫面 就是投放在那種裝飾的電視牆上 這樣應該會讓那個顧客就是食慾大開吧 就當我吃著這碗麵的時候就想到 哇這個高湯是熬了七七四十二小時啊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齁 那這間店呢 它的裝潢整個是算非常的明亮乾淨 有年輕人的文青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也是很不錯的 尤其是在美國這裡很多的中餐廳也好 就是華人的餐廳 多半都是燈光偏昏暗 然後沒有這麼的乾淨 這樣講會不會太好 就是大家都開得比較久了啦 然後就比較沒有去重視就是裝潢這一部分的東西 它的整個裝潢設計的風格 對於如果今天是白人啊或者其他種族的人去的話 應該也是會喜歡這種風格的 然後我們在吃的時候啊 因為像鍋貼餃子這類的東西 確實在當地的美國人很喜歡 他們也很能接受 那雖然我們的Temicula是白人城市 可是啊我跟你們說喔 我們這裡的Penta Express 就是那個熊貓快餐 美式中餐店 然後我們甚至是在那種小朋友 一接他放學 下午三點去都還要排隊 也好幾家都這樣喔 代表這裡的很多白人也是喜歡吃中餐類的食物的 然後大陶就說對啊 他們自己應該吃美式食物也吃得很膩了吧 就是難得吃到中餐就是有這麼多不同的口味 應該對他們來說也是喜歡的 只是重點在於 對於那些白人他們來說的話 他們其實更重視的是 用餐的環境跟點餐的方便程度 跟他們可以看到每一道菜 就是他們該點什麼 我覺得如果說在一般的就是 華人的餐廳華人的料理 可以做到方便他們點餐 我覺得他們絕對是很願意嘗試跟接受的 就像鼎泰峰啊 鼎泰峰也是就是 外國人也很能夠接受一樣的道理嘛 希望他們未來能夠開更多的店 最好開在我們家附近 哈哈哈哈 這時候觀眾朋友就要抗議了 就開在我家這裡 我家這裡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家裡附近 就是有好吃的東西 離鄉的油子們 都特別想念家鄉味的食物 能夠吃到就是自己喜歡的食物 就覺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那因為今天就是時間有一點感 我們竟然沒有買珍珠奶茶耶 一般我們到那種華人戰區一定都會買珍珠奶茶 拜託那裡就可以喝到好喝的珍珠奶茶 但沒關係我回到家之後呢發現 我上次有買兩盒這個珍珠奶茶 這個的話呢 它很酷喔 它一盒裡面有四包 四包打開就是長這樣 你會以為它只是一個微波珍珠對不對 但不是 它的調味直接在這一包裡面了 例如說像是 有一盒就是紅茶珍珠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黑糖珍珠 這個紅糖珍珠的話呢 你就自己加牛奶 就喝起來就像是在喝珍珠奶茶的感覺 那這個黑糖的話 加牛奶就是那種青蛙狀奶的感覺 我自己個人啦 如果讓我選的話 我可能之後就是會都買紅茶的 直接變奶茶的口感 我很喜歡 然後黑糖就是想像的到的黑糖味那樣子 好 就小朋友適合黑糖的 然後就這樣子的一包 它的那個紅茶也會是濃縮在這裡面的喔 所以它的珍珠非常的有味道 整個都已經泡在這裡面這麼久了 要吃的時候呢 就是從冷凍庫拿出來之後呢 剪開來 倒進杯子裡面 任何可以微波的東西就好了 那我自己的習慣呢 是先微波30秒 再攪一攪 讓它受熱均勻之後 再微波30秒就很好吃了 如果說你是一開始就直接微波一分鐘的話 珍珠跟珍珠黏在一起的那個地方 就會稍微比較硬一點點 那珍珠的那個Q彈度跟它的甜度 完全不輸一些好喝的珍珠奶茶店喔 好我喜歡 推薦給你們 好應該在一些有賣華人食物的地方 都可以找到這一種 就是珍珠的冷凍包 我覺得是個好東西 我們家也會繼續囤貨 那我們家的話呢 我們是在那個愛台灣food 就是台灣食物的一個網站上面買到的 然後因為那個小超的人喜歡吃那個蚵仔煎 我之前在Wii買 可是Wii好像後來就缺貨了 然後就是也是在愛台灣上面就是找到蚵仔煎粉的 好要吃蚵仔煎的也可以在上面找 那我先把我的珍珠拿去微波囉 好攪一攪 再微波30秒 這個也是在愛台灣food上面可以找得到的 黑糖蜜 這很好用喔 就任何你要加黑糖的時候就可以用這個了 然後呢 我現在是要幫生活增添一點儀式感 只要把這個黑糖蜜啊 淋在杯子的邊邊上 像這樣子 繞一圈 然後倒入珍珠奶茶就會有那種很漂亮的虎紋 看起來會不會更好喝 好喝嗎 然後去看一下那個 我上次種的花 現在都發芽了喔 我的蔥 我種的蔥也全部都開花了 就讓他們開吧 我也沒有要吃你們了 喔長得好健壯喔 整個變好粗喔 超硬的 去年種的薰衣草也都開花了 好漂亮喔你們 我的小星星花要開了 這上面有好多 小星星白花 我的蘆冰花 你看它長好大喔 這個是野生的 上次拍的那個野生的那一顆 然後這個是我種的 我撒的小種子 這個也是小種子 蘆冰花的寶寶們 你撐住喔 風好大喔 它一直東倒西歪 應該OK吧 這是 紫色的玫瑰花 全部 都是野花的種子 滿滿的一片 希望你們順利長大 去年的 日日春 也今年 好像都快死了 可是還是有開花 我那天看這花好小喔 然後我就有幫它施肥 然後我就有幫它施肥 這是 那個馬鈴薯 馬鈴薯我忘了吃 它就發芽了 我就把它 丟進來 這樣子種 然後這是假的啦 這是 我隨便亂插一根樹枝進去 好 因為我發現那個橄欖樹枝超厲害的 我去年啊 就是有 採了幾個橄欖樹枝 就把它放在家裡當裝飾 結果它的葉子 就不會掉了耶 它的葉子就會很堅固的 黏在樹枝上 就可以當假的 就是家裡面的裝飾了 那個馬鈴薯上面插的也是一根 假的橄欖樹枝 它不會腐爛 然後也不會掉葉子 我覺得橄欖樹枝它本身就是一個 很好的假的橄欖樹的感覺了 好大概就這樣 感謝你們收看今天的影片咯 我們下次見 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